大家都听说过青龙演乐刀 那么这一款呢就是金龙演乐刀 我真希望TBL的美杜莎呀 赶紧出来吧 赶紧出来吧 增加点销量 是不是 说点实在的 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哥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TBLIG 出品的薛金莲 看到这个名字 我总能想到潘金莲 潘金莲我还真没玩过 有机会的话玩一玩这个潘金莲 那么今天呢 就感受一下薛金莲 上一款樊梨花的播放量呢 还是不错的 这个让我就感觉很迷 那不重要啊 不重要 播放高那一定是好事情 至少啊 我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么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看一看这款薛金莲的表现如何 其实TBL这个背景板 背面可以整个背景 我觉得是可以印一下的 女性素体的注意事项 打开 它的这个金色并不是那种淡金色 也不是那种特别黄的那种黄金色 是有点铜金色的那种感觉 这是它的第一层布局 这次这个奶罩甲 同样是它的护心镜 护心的位置倒护不着 我感觉它护哪呢 大家说啊大家说 这把掩月刀挺帅啊 我去 可以看到没有光的情况下是这样 带一点点光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龙头 这在A款里面给大家看了 A款是龙胆枪 B款呢是一把掩月刀 大家都听说过青龙掩月刀 那么这一款呢就是金龙掩月刀 龙鳞的设计 下方整体是硬的PVC材质 带有受吞可以调整的皮带 这条皮带呢是一个皮革的材质 一件黑色斗篷周围都是有铁线 可以凹造型的 脖子处有两个绳线可以绑上去的 它的这个斗篷啊 你是可以放在肩甲的里面 也可以放在肩甲的外侧 这个看你们个人喜好 接下来是薛金莲的薛字战棋 另一侧黑金色的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能接受的 下方有一个棋杆 一对小麦色的自然放松手型 一只左手手型 一只右手的手型 左手和右手它这个抓握的手型不太一样 薛金莲的头盔 整体颜色就是一个黑金的搭配 然后还带点红色的涂装 甲炮也有金色的涂装 一小片一小片这个甲炮 两侧的凤翅是金色的 然后盔底 眉弊的部分是一个黑色的涂装 上方这个位置在A款已经跟大家讲了 黑色的 薛金莲的肩甲部分 瘦臀肩甲 个人感觉还是樊梨花比这款精致一些 尤其是上方的位置 但是山纹甲还是比较公正的 一对腿甲 腿甲下方也做了一个红色的分色涂装 腿甲花纹的细节 一对手臂甲 看起来质感还不错 腰峰的位置 花纹的细节 腰峰它是一个一体式的 在你安装的时候还是注意点 不要太用力 薛金莲的镜甲部分 镜甲上方的刻画 以及背面下方的位置 接下来是薛金莲主体的部分 主体的部分看起来跟之前的 樊梨花相比更加的低调 金色和黑色的这种搭配 显得非常的低调 还带点奢华 满城镜带黄金甲 我突然就能想到这个词 它的这个衣服同样有这种花纹的设计 有点像黑鹤子 一对黑色的长袜 就整体都是断面的材料 甲的部分就是一个樊梨花的颜色 换色 最重要的就是鞋底的下方 鞋底的下方还有纹路 这款它的素体是一个小麦色的颜色 想必大家已经很想知道 它这款头雕长什么样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这款头雕 这款头雕有点像我们三群里的小野马 也是一个女儿家 在我的粉丝三群里 有点神似 小野马的性格也是不羁的那种性格 有点像女侠的那种感觉 仔细看一眼这颗头雕 这颗头雕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你能给打多少分呢 因为头雕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看法 它已经是非常近距离了 近距离其实如果你手机的话拍起来会有点激变 当然相机的话相对来说好一些 这颗头雕正长距离的一个效果 后方跟樊梨花是一样 扎了一个变子 下方是一个长发 这款直发也是有点黏黏的感觉 稍微定了一下形 头雕放上去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这两款其实它的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 这个薛金莲就感觉就是有点比较成熟的那种 附道的那种感觉 樊梨花相对来说就年轻一些 薛金莲其实是小说薛丁山珍惜和薛刚返唐中的人物 平辽王薛仁贵之女 两辽王薛丁山的包妹就是龙凤胎 郑国侯斗衣虎之妻 而樊梨花是薛丁山的妻子薛刚与薛强之母 这么看的话樊梨花和薛金莲呢 他俩有点连巧 这就是薛金莲的情景地台 这款情景地台呢跟之前的颜色呢是有一些区别的 薛金莲这个情景地台呢有点像被雨淋湿过之后的战场的效果 重量也是非常沉 我现在说就心里话很多1比12的可动人偶啊都已经快干到700块钱了 TBL现在还在980 990左右 咱就说预计价格1比6 然后还有情景地台900多块钱 跟一个1比12咱就说六七百 我还是会选择1比6 我说心里话我还是会选择1比6 所以TBL的价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它的实物和官图呢还是非常符合的 就玩这么多的话我感觉还是非常符合的 后方有防滑垫的 这个地台呢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这个位置是放蛇行软管支架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孔洞的 可以插旗或者是插旗杆的 大石头的后边还有一个放旗杆的插口 A款和B款都是有的 这两个插口都是有的 这个点呢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薛金莲这款版本呢 它的蛇行软管支架是一个金色的 就整体是一个镀金的颜色 比较好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镀金的颜色 现在呢我就尽量压缩时间成本 把开箱的部分尽量减少 然后跟大家多讲一讲 我对于这款它的心得 这款呢我只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打理一些心得 头盔部分呢记得一定要跟眉毛靠的比较近 如果说你的眉毛和这个头盔的眉币啊 离得太远的话就会显得大门的头 不好看 戴头盔打理的一个技巧 镜甲的部分是一个线给它绑上去的 对吧 放在镜甲的下方 斗篷不是有两条线吗 两条线在脖子转两圈 系上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它放在镜甲的下方 会发现感觉是一体的 斗篷的线穿在了这个镜甲的两侧 然后系在这个胸前 有一种一体的感觉 如果说你的斗篷放在镜甲的上方 就不是那么特别好看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打理的 个人的审美 然后就是它的胸罩甲 护心镜 护心镜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那个梵力花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磁吸的这个力量不是那么太足 导致呢就是一个能吸上 另一个可能会有点吸力 不是那么太好 身上的盔甲呢 它是前后合并 然后用绳线绑上去的 这个绳线呢 记得植在这个盔甲的后侧 后侧盔甲的里侧 腰风的位置呢 就是它的这个腰带 把它放在盔甲和它的裙甲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呢 记住这个腰带上不是有金色装饰吗 让装饰含在受吞的最中间 会显得非常有精神 把它放在一条线上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 就是自然而然给它穿上就完事了 下方的腿甲部分 不要穿帮 其实这两款完全是两个风格 完全就是两个风格 樊梨花真的就有点像花木兰的那种味道 整体的这个身上的一个颜色呀 盔甲显得非常有朝气 那么B款的薛金莲呢 个人感觉就是有一种将军的气感 这两个风格呢 完全是不同的 互相镜的位置呢 你如果不碰的话还好 如果说你碰一下的话 可能会吸力不是那么太足 我个人觉得啊 个人觉得这两款风格呢 完全就是根据你自己喜好去选择 龙胆枪和这个掩月刀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种设计和搭配啊 是蛮不错的 唯一感觉就是少了吧 常见 如果有常见的话 其实这款就更加的完美了 除了这么多 大家更喜欢A款的樊梨花 还是更喜欢B款的薛金莲呢 我真希望TBL的美兜莎呀 赶紧出来吧 赶紧出来吧 增加点销量 是不是 说点实在的 反正我觉得美兜莎赶紧出来吧 如果大家对美兜莎特别感兴趣的话 多多在视频的下方评论 说出你的感想吧 好 祝点赞的兄弟们都能发大运走横财 祝支持五哥的朋友们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